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昨天说,出当铺,殡葬等少数特定产业,高雄没有任何产业充满希望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听了很火大,今在基层座谈会上公开枪声,要韩国瑜别智慧靠腰,唱衰高雄。 陈其迈进一步指出,高雄与南科串联一气的科技走廊,未来将是半导体,晶圆的重要据点,全世界最大的风策大厂在男子加工区,传统产业也不断升级,发展高端螺丝与植牙相关产品,许多事实证明,高雄许多产业正持续发展,壮大。 针对外界形容韩国瑜很接地气的说法,陈其迈很不服气,强调自己四岁就在高雄接地气,一直接了四十八年,且会继续下去,他很清楚高雄的情况,也知道如何解决市民的需要,未来也会与高雄一直走下去。